我愛翻尋味 我愛翻翻翻翻尋味 鏡頭帶你鞠躬 看你成為懷身中 一開心一人都希望 開心一班人即刻都 我愛翻尋味,吃得很漂亮 鏡頭,我們來了 彈尾真的很長 這麼長氣,需要補充一下 為什麼?我吃得不其多 你吃得不其多嗎? 對 我以為你吃得海鮮多 今天也是這樣 吃得海鮮多,我要做海鮮多 吃得海鮮多? 看他的樣子就知道補充 我經常吃海鮮 而且今天來到陽光這麼漂亮的地方 炸破海寧島 海寧島 除了真的吃海鮮 有否可以用手去刮海鮮出來 我看到遠方 這麼多人,每個人都在這裡挖爆增 挖… 是否可以挖出一些東西 挖一些蟹 是否還可以用蟹、背 背 那些聖子 好像也是這個時候挖出來 這麼細節 挖出水 這麼細節才是 大隻也要在海邊 我們先挖一下 我記得今天可以挖出很多海鮮 吃 你挖不到,那怎麼辦 挖不到,我再看看怎麼辦 你找到了嗎 找到了嗎 找到甚麼 紅色的 放下它吧 有它在這裡 有它在這裡 換吧,換地方找吧 再找吧 找到一個紅色的 有甚麼秘訣 這裡 挖一隻聖子上來 我看到別人 如果以這種速度去挖 應該挖甚麼也挖不到 這隻是甚麼 背殼的背頂血痕 只有一半 不用 漸放的這個大公開 一隻熟的蝦 還有半隻亨的殼 我們不出去,大海也可能無法挖 我覺得不是我們的技術不好 是甚麼問題 是天使不好 我覺得自己口 為甚麼要怪自己 沒錯 所以其實真的技術不好 如果這樣,挖不到 你們想怎樣 但我又想吃海鮮 我也想吃 對,附近有甚麼市場可以作弊嗎 去碼頭 已經有人替我們 把海鮮全部收窄起來 你們已經趕快做飯做到的 我覺得用銀子可以解決的問題 就可以天使地理任何 走 走 海鮮,我知道要選擇漂亮的 這個漂亮的海鮮 很多人不懂得分 但有一種漂亮的海鮮 一眼就不知道 譬如說這個 這個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它是甚麼 但它很漂亮 像是翡翠的 紫色的 對,紫色的 這個背嗎 還是龐 你問老闆 我們叫龐 貴妃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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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知是貴妃 兩個字就是好東西 就是適合我們美女吃 對 肉質是比較脆、比較爽的 肉質比較脆、比較爽 比較肥 肉厚一點 貴妃的麵很滑 爽滑 以前好像很少在市場上 看到這個旁 這個紫色的 這個要船出海 深海才能滑到 深海旁 深海旁 不是在旁邊滑 在岸邊那種 不是在淺灘的 是在深海的 這些我是拿手 這些拿手燈 貴妃龐,你有沒有做過它 我當然做過 是做哪幾種方法 蒸的 是 炒的 焗的 烤的 烤的 你想吃哪種 我想吃刺身 真的很容易 好像你的刺身也很難靠 這隻其實最適合哪種做法 如果我們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蒸的 我今天就用沙鍋來三角 三角好吃嗎老闆 很好吃 其實說真的 來到我們摘坡來減海鮮 成訊問題一定要說一下 真的 真的 我已經有時候拆抖音 拆到 說賣盤 短間缺量 對,這些很擔心 你現在很擔心 我們這裡沒有匯窮 我們這裡專門打 就是捉稱捉兩 十兩 就一定要有十兩吃 我們這裡有五百公頃 都是工商局配化的 只捉的 不帶水分、不帶袋 就稱好鮮十袋 怎麼稱為只稱 這裡有鹽餃給你們看 好…請給我們看看 我挑十隻 我挑十隻 對 挑十隻 拿我十隻 二、四、六、八 十隻龜婢婆 十隻龜婢婆 是 怎麼稱呢 圓梨 這裡又有一把工程 是 先把紅蔔在這裡 對,絶絶氣皮 絶絶光蹄 Estado鮮 匯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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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蹄 匯齡 匯齡 整十隻 連袋也不用了 對,袋也絶著做 現在是一次二、三 我們要去收筋疑 不要收不收 即是涉水分 一個水分 是一根二、兩根三 我們會去收筋疑 就是這樣 十隻 那你真是梁森老闆 金義多少錢呢 貴妃房賣25元一斤 根義兩是1.23元,計算是根義 乘25元,是30元 30元就等於三元一隻 不是,坦白說 這個顏值這麼高的貴妃房 原來這麼划算 還夠肥,好厲害 不如拿多一點 那就正在做二斤 看你們了 先吃這個,今天有很多海鮮 再選擇其他 好 好,顏值非常高的貴妃房 已經到位了 但打開來看 好像又跟普通房差不多 那又蓋上去 所以人靠衣裝,棒靠紙膠 這樣煮好貴妃房… 已經煮好了 煮好了 我們就做一個沙窩焗 是 沙窩焗的話 這些紅蔥頭刺是否要切得厚一點 要不然很容易焦 是嗎 切薄一點 切薄一點 因為它很快熟 拍薑 好,拍薑 加點油的沙窩 爆香一點 先炒香薑 還有一點 直接平鋪下去 要咬它嗎?可以了 好,生焗,貴妃房 白酒是用來蘸酒酒香的 是嗎? 兩分鐘 好 這個硬直極高的 這個只需要用了三分鐘的時間 就完成了 貴妃房 又新鮮 又快 好 學都不用學就完成了 來… 來… 不要客氣… 你的肉… 鮮甜嫩 試一下… 是不是 很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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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主要… 你看看,有些薑 是 輕輕的 招招底 這個有火候的問題 你不控制火候不行 輕輕的招招底 貴妃房 以前真的很少吃 謝謝… 好像以前大家吃房 都是吃比較大 或者怎樣 它的肉是沒那麼嫩的 這些是嫩的 很嫩的 這些是真的… 但無論你覺得它斬開了之後 看起來好像肉不是那麼多 但那些汁水是很香的 它的汁水是鮮甜的 是的… 鮮甜的加熱 就是你為什麼要反開它來焗呢 反開來焗 就加了兩種爪 一灑下去 然後蓋過兩分鐘 就可以了 而且本身焗的東西 可以最多保持它本身的鮮 是的 你的盤子起來 你現在有些汁水 把汁水拌在身上 全部都是汁水來的 翻沉味又送福利給大家了 我手上拿著的 楊枝金露海參泰鮮 淡花膠在我們的 岑美君嚴選雙城上 有一個福利給大家 原價是199元 我們現在有一個優惠價 129元就有10盒的 大家可以掃描平幕下方二維碼 進入尋味君嚴選雙城 立即搶購 一盒有168克 開蓋即食 裡面包含了一個匙巾 這個碗挺好的 因為我們平時 我們想坐熱的時候 就這樣浸一浸水 是 就可以醃著來吃 如果你放在雪櫃 冷凍一下就更清爽了 對,平時當甜品也挺好的 對,我一打開就聞到它的香味 芒果,還有椰奶的香味 平時我們上班 一瓶一瓶,然後馬上拆盒 這樣就可以吃了 一塊很大塊的飯 一隻金拿不起 對,好像你的那一塊比較大塊 除了花膠之外 還有銀耳 還有青箔 是 都是一些很健康的食材 不過它的甜度剛剛好 即是不會太甜那種 通常洋脂甘露都會比較甜點 但這個反而鹽奶味會濃一點 對, 跟普通洋脂甘露相比 沒有那麼酸 傳統洋脂甘露都比較酸甜 對, 裡面放了一些海參胎 這個可以增強免疫力 厲害 對, 所以對身體比較有益 這個花架挺頂好的 這麼大塊, 對吧 很大塊, 真的 現在在尋味軍嚴選雙城上 有優惠給大家 快說明下方二維碼 加入雙城上 原價是199元 10碗楊脂甘露花架 有優惠價格給大家 129元, 有10盒 立即可以帶回家 每一碗都是12.9元 快點數, 不然待會要走廚了 我要選普通食材 還是不普通食材 有… 我要吃花蟹 你這是花蟹 普通也沒有普通吧 對, 但雖然大家在市場上 看到它多 這裡的花蟹很大 有嗎 手掌那麼大 你的手掌那麼大 你的是藍花蟹 藍花蟹 藍花蟹比較鮮甜 還有哪種花蟹 紅花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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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蟹比較鮮甜 看蟹夠不夠肉 是 夠不夠肉 就… 按這裡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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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下子按下去 按一下或者… 那你就蟹不夠肉 對嗎 對嗎 如果我在市場裡… 代表瘦 不夠肉 按兩邊的身體 你按兩邊的身體 很硬的 對,因為… 你按一下 弄花蟹做得夠多 他很餓 你按這裡 你們買花蟹的時候 老闆怎麼跟你說 你說你自己… 我們親臨地按兩邊 你按下去的硬身 那隻花蟹越硬就越夠肉 沒錯 越夠肉 沒有水飯 你按一下,你一按一下 老闆,不好意思,回覆你 你按一下老闆就行了 你買這隻 沒錯 但是… 你這裡買花蟹 他們全部挑選… 他們要挑選最美的客人 南花蟹有很多種食法 我的拿手就不是薑蔥炒 這些是最常見的 我知道肯定不是你拿手的 肯定 你拿手的大家不常見 我的拿手就是煎 煎 不是吃過嗎 我覺得今天真的好像… 入了那些甚麼大軍縣 一下子都開了眼界 又說薑蔥炒、清蒸 有些人認為一定要清蒸才好吃 不吃的 但我們一定不行 對 甚麼可以做到的 煎 你生煎 對… 大口 一步到位 大把膏 快到… 如果你慢一點 阿哥會爆發 一定要快 一定要快 這隻膏多 對 這隻會爆發 也是爆發 我滾些油 表面直接放下去 我看到其他師傅 生煎的時候 他會把表面擦一擦粉 不擦 不用擦的吧 直接有些水分 直接留給他 把那個 椒鹽、生抽、白爪、少許桃 把他開均勻 油煎裡面 不急 心急 心急不了 心急吃不到熱煎蟹 煎到金黃色 你把粉放進去 是 把粉掃到味道 放一些香蕉 慢慢來煎 加些薑、甜 那些要慢慢煎 煎下去 慢慢煎 加些米油 好 大功告成 好 煎鞋 直接抽 這種是我最喜歡的 直接整個抽起來 吃海鮮 千萬不要玩手機 手機放在一邊 雙手一起 觀眾 我斬的時候 一波斬後 不會爆的 好 好 怎麼樣 這個也是放了酒 這個酒和這個蟹是絕配 我以前都不覺得吃蟹 我以前覺得吃蟹和醋是絕配 你現在覺得吃蟹和酒是絕配 有入味 入味 你又不會覺得它的味道搶了那隻蟹 因為那個味道完全突出了蟹本身 那個鮮甜的感覺 因為蟹本身就是吃甜味 好 沒錯 有爆肉 全都爆了 好 煎了 但它的肉多結實 肉的纖維很嫩 之後吃起來又鮮又甜 所以如果真的想試 一定要過來 這次我來選 我很會選花蘿 很會選 不是…等等… 你以為是會咬你嗎 不是,我想說 為何你這個花蘿水這麼冷 這間海鮮的炭桃 炭桃 炭桃 它比我炭得更厲害 這個起碼… 有多少度找到 二十多度…二十一度 二十一度 花蘿 其實我覺得最好的是 看它肥不肥 我拿出來看見 每隻都肥 應該是 先看它大不大顆 是甚麼品種 花蘿也有品種說的 分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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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什麼地區 那是本地的… 日本炭桃桃 基本上是炭桃的花蘿 你的應該是四手電粒 一家 不是 新聞有尾巴像出來 是 如果死了,會有牆像出來 所以你要看花蘿 一定要有白色的牆像出來 那些就沒有買了 有白色的牆像出來 那些就不太難了 不是白色的就… 這條就是人家的味道 即是花蘿的味道 坦白, 我本身很想找一條 有腸刺出來的最新鮮 也沒有 但是我找不到 想找一條也沒有 我們的市場賣的 基本上都是早上回覆 都是早上四、五、六點 很新鮮 你的花蘿最適合做一道醋 花蘿最適合做什麼?入驗谷嗎? 是驗谷, 我就不煮 是驗谷 今天貓皇真的帶我吃這麼漂亮的食物 沒有難兜的 是什麼? 是辣酒 辣酒煮? 是的 這樣就剩一斤了 行了, 剩一斤這麼少 兩斤吧 漂亮的花蘿, 大、大隻 這個就是一號海鮮城 靈魂醬汁 辣酒 有什麼呢?先看看 辣酒有三種酒 是 威士忌 白酒 黃酒 這個調出來的… 而且我看到上面浮了很多紫蘇 對嗎 對 放些花生油 爆香的蒜片 爆香的蒜片 把蒜片爆至金黃色 把花蘿倒進去 背後還要吐沙 要煎的 一邊煎, 會一邊有水出來 一熱, 把鹽全部收進去 加少許水 大約一碗豆水就夠了 我直接就開始加辣酒了 是的 煮好了, 味道出來就可以了 大概煮多久呢? 大約五分鐘就夠了 好的 這個真的是宵夜當必備, 是嗎? 不是宵夜當必備 就是我們一號海鮮城 就是靈魂招牌菜 不客氣了, 就知道已經 再煮兩顆給你了 好 每個地方的辣酒花蘿 味道都是不一樣的 因為每個地方調辣酒的 這個方法、配方都完全不同 所以試一試這個你的鼻劑 我撕斷了 你喘一下它嘛 很入味 它怎麼做到這麼入味的同時 其實蘿蔔肉仍然這麼嫩 控制時間嘛 有時間 控制煮的時間 然後浸泡的時間 但通常呢 通常我們去吃這個花蘿的時候 如果它煮得久, 入了味 你就會覺得它的肉很硬 是的 但你這個是通過浸泡, 是嗎? 已經停不了口 煮五分鐘, 就浸泡了 其實無論什麼時候 吃海鮮都是一個人 非常非常開心的事情 簡直是 喜悅, 簡直是 是的 你想它清淡一點 你可以清淡, 你可以白昌 是的 你想它有一點點野味 你可以焗, 可以煎 還可以煮 對, 你想它再像現在這樣 新夜檔, 新夜時分 喝兩杯小酒 有些送酒的菜 還有這些辣的方式 也可以 所以海鮮是一種比較白達的食物 是的 即是又易煮又好吃 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它不會太胖 這個很健康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煙煮 煙食 而且不會有那些很擔心的事 對 因為你無論是金糧 或者是質量 都是由頭到尾 你可以自己看得到 是, 清楚了 沒錯 所以如果你想趕海 自己去刮小海鮮的話 不如過來這邊 有人幫你把大海鮮 全部搞好了 我們兩個都已經親臨過去趕海了 是的, 我們已經試過了 所以各位真的從心裡跟大家說 過來這邊吃這麼方便 逐一點 如果逐一點, 海鮮是這麼大隻的 不是這麼大隻的 所以今天吃得這麼開心 當然是照慣例 要感謝我們的貓 因為全部都是你做出來的 真的很好吃 同時也要感謝我們的 雜坡國際海產交易市場 對本欄目的大力支持 以及1號海鮮城 對本欄目的大力幫助 謝謝你 謝謝你 好了, 下一個時候喊口號 1、2、3、2、1 愛愛山沉迷, 由頭吃到尾 再見